2020年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今年年龄30家 刚毕业 如果用现在的社会热门标签 那我就是大龄圣女第三类人 我本以为我会对婚恋啊 年龄啊 这些问题会比较焦虑 但是人生走到这个点 其实还好 心里比较坦然 20年这一年对于我来讲 是我从小到大最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我毕业了 年后我将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我记得当时我在选择读博签字的时候 就是想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在当时把杨昌记老先生的那一句 自闭桃源称太古 欲灾大墓 祝长天 作为自己的事业理想 小小的三次讲台 我每一次站上去 都会浑身带劲 就像自己的人生舞台 所以这五年也算是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吧 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给父母买了一套他们养老的房子 这一件事情让我的心安定踏实了不少 因为在这之前我很大一部分的焦虑来源 就是对父母反哺心切 但是力不从心 当我真正为家里解决了一些经济生活上面的问题 我好像更能够安下心来 更加纯粹无私地去追求一些我自己真正的理想 在这一年还让我倍感有力量的 就是在抖音收获了最好的你们 我本是一个很平凡普通的女孩 是你们的目光和赞美把我架上高楼 我之前一直很谨小慎微 诚惶诚恐 因为比我优秀的人大有人在 但是我希望今后我能够很坦然地接受你们 打在我身上的光 也坦然接受所有的质疑声和批评声 让这些声音都成为我的清醒剂和矫正器 在前两天我看了几篇文献 都说现在的大学是社会文化的传播阵地 在这个时代 高校教师更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社会文化的代言人 完成一些社会责任和担当 我也一直觉得教育的目的 不是灌输而是点燃 我希望我能够利用好这一股力量 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我特别地感谢你们 感谢抖音平台 感谢这个时代 也感谢这一年从未放弃的自己 加油 都应 再次感谢观看 请我更多谢谢观看 请我更多谢谢观看